自1959年血域西藏被中国共产党非法占领 数千万的藏人逃离至印度成为政治难民 近年中国共产党收紧境内藏人出境的权限 以致获得签证极为困难 但也有个别藏人成功逃离至印度 今天《诺卫西藏之声》华语专栏节目 有邀请到一位近一年前抵达印度的藏人 崔仁达瓦 在西藏度过半生的崔仁达瓦 曾在中国内陆城市攻读商贸专业 并从事银行工作 后应被当局怀疑涉嫌分裂国家 而被监禁数月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他与西藏的故事 达瓦拉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 非常感谢 你曾在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读过书 在你认识的同胞里面 到中国升学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呢 其实这个概率的话是 因为有一个 就是中共 这是我在西藏期间 一直有在关注的一个事项 就是中共为了同化西藏 那这个升学概率是尤其上内地西藏班的这概率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大的是建立在从小学三年级以上都可以上这个西藏内地西藏班 那这里面又分一个公立和私立的这种形式 对 所以它的这个概率是如果是你没有升学到那个211等等这些公立学校的话呢 你可以再去上这个私立学校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你作为藏人在你留学期间有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对待 类似于被侵蚀或者什么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对于在藏人的身份认同这一块的话 中共是非常具有抗拒率的 这种抗拒率的话 在我记忆当中 不管是上机场 不管是入住酒店 不管是以藏人身份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真的是生活当中尤其是包括办理护照 但凡是跟中共的政府机关及一切的这些上面的时候 会受到各种的挫败和各种的刁难 还有各种的这种歧视 这是非常非常那个广泛的 好 那你在2015年被中国当局怀疑 涉嫌国家分裂 被渐进数月 具体是因为什么才被抓呢 其实当时是在2015年 那在之前的话 我们藏人就是 那时候就是中国的经济也蛮活跃的情况下 大家都希望想 包括就学生的话 想出去出国留学 那从一个普通的居民 普通的公民身份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想拥有一份护照 到全世界买买买 或者是去观光去旅游 那这个才能体现的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这个优越感 可是对于我们藏人角度来说的话 当然是护照是非常艰难能拿得到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情况下 我们就是在网路上面 尤其是在微博微信等等这些公众的媒体上面 我们就是当时想应了一个 就是说是 就是说是藏人得不到护照 为什么在国家的这个宪法 人人平等 不分什么手术民族 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之下 我们也想得到一份 一个一张这样子的一个护照 可是呢 当时当时我们去各个部门 去要求想申请申办一张护照的时候 是各种刁难 那因为我是一个普通居民 所以我就是在网路上面发布这些信息以后呢 可能中共当局尤其是国安局有重点监控到我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那时候就从中国银行里面已经辞职出来 辞职出来以后呢 我就想到那个日卡车去经商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获取手机定位 这个我不清楚 包括是微信啊那些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可能认为我是经过日卡车 准备想逃亡或者流亡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当时就是被日卡车的这个国安局被拘禁了 就是拘禁了11个月 在这11个月当中就是软禁 包括虐待虐打 包括我的头部 包括我的手臂 这些就是一个他们的一个犯罪的罪证 所以当时就从日卡车发生这件事以后呢 其实我在一个另外的一个微信群里面 那时候就是微信是全世界都在广泛应用 包括我们这边刘王冬赞人 我在这个当中我也解释到了我们 妇女联合学会的那个 一个主要的负责人跟他对接就是我其实没有对接的这种意愿 就是说是我主播是发个牢骚 就相当于我遇到一年以后 我们大家同等都是藏族人的情况下 我就给您说是 你看我在西藏境内的话 根本拿不到护照 你们多幸福 以这个为类似 他们就是想给我安插一个罪名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法律的意识 他们就想给我安插一个就是所谓的安插就是口袋罪 这种口袋罪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分裂罪等等一切的饶料公共秩序罪 这些口袋罪他们就是想给我安插这种罪名 在我跟他们在这个11个月的当中就完全是一种斗智斗勇 这种斗智斗勇是建立在就是包括他们对于我的一种审问 包括拿着文件逐次的在逐次的就是我当时用微信 跟藏人的互相交流沟通 这些他把它罗列成一个A4纸的这个每个字体 让我逐步的就承认说了哪些话 那哪怕是错了一个字他就殴打 殴打完了以后呢就是等等这些威逼利诱 在这个11月当中可能就是我真的就包括 就是人生中最大最大的一种 一是侮辱 二的话就是一种挑战我生理智力等等的一些极限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那今天这样的社交账号被当局审查的问题 也是普遍发生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当时是又通过什么渠道接收境外的消息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当时包括 当时我在这个非常糟糕的环境之下 就在从2008年藏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情况下 抗议中共对西藏的这种压迫 这样子的一个游行当中 开始逐步的就是环境条件 整个的压缩情况下 我也是非常压抑的 我身为在当地的拉萨这么一个居民的情况下 非常压抑 非常非常压抑 压抑到真的说实话就是 无处我们除了酒精还有娱乐 娱乐致死这样子的一个中共的政策情况以外 根本没有没有释放的真正的想 释放的一些压力的渠道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当时我就选择了辞职 辞职完以后呢 背着自己的一个背包 包括自己的一些睡袋啊 那些整个游走整个藏区 包括康巴地区阿门多地区 包括整个游藏的这些其他的地方 在这当中我也遇到一些部门 认识到一些留学生啊 就是在外进中国境内来 经商的生活的等等这些人群 在当中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 他们如果进来的话 需要跟外界包括他们的父母 包括他们都要跟他们联系 我有这个疑问情况下问到他们以后 他们给我介绍一个叫做VPN 这个VPN的话就是连接自由世界的这么一个渠道 那时候的我是大概在康巴地区 我就具体不说是哪个地方 可是那次我拿到VPN以后呢 我说句实话心里话 我在当时的酒店里面整整待了十天 我根本没有足不出库的情况下 叫餐那些全部都是让他们送进来 送进来的情况下 我在房间里面整整待了十天 观看是自由世界 观看着我们的宗教 观看着尊者达来喇嘛 观看着自由世界的一些 一系列的美好的动向 包括人权 包括佛学的本质 包括对于自由世界 对于尊者达来喇嘛的一种认知 包括对于我们藏民族的认知 包括民族认同感 包括历史 所以在这样子的逐步的一个 逐步的去了解 还有自己的解答疑惑的 这样子的一个当中 突然意识到 我就是一个在 说实话 就是处在一种楚门的世界 楚门世界 或者是1984这样子的一个 乔治奥威尔的这样子的一个 动物庄园等等 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就用中文的语境来说的话 就是井底之蛙 我就觉得 就从 我手上拿到了VPN内刻开始 或许它就是一个载体 可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它就是给我了一个 醍醐灌顶的一个工具 就是醍醐灌顶的这么一个工具 这是让我就觉得 是非常非常感谢的一件事情 对 那你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呢 有谈论到你对公益事业的热卷 尤其是你组队为不到老公强 刷七番信的那个活动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关于那段故事呢 行 其实在西藏境内的话 藏人只说实话 真的非常感谢于自己的这个 佛学佛教 这样子的文化的底蕴 大家都说句实话 它在精神层面是追求的是 远高于物质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族 在我认知里面 因为我已经转完了整个藏区 包括任何的一个村庄里面 在这样子一个当中呢 我逐步的意识到 其实我们热者你的 根本不是在于就是一种 物质上的一种 而是逐步在一种精神上面 所以我们在西藏境内的时候 说实话 其实对于我的那些 所谓的团队啊那些的话 他们对于外面世界 包括就是完全是被中共 完全是非常成功洗脑的这一位 可是呢 他对于根据于自己的内心 从人性角度来说也好 他就追求的这种 就是热者于公益事业 包括对于小动物 包括对于万物自然的崇敬 包括称山为神山 称水为神湖 在这样子一个熏陶当中 我也逐步的意识到 就是觉得我应该就是应该有 边赚钱边工作的治愈 我要热者于公益事业 公益的就是不单单是公益 就是社区的这种民族认同感 逐步逐步让你有一种民族认同感 所以就是当时在布达拉宫的这个这种行动 就是每年在在雪顿节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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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将神节的这个前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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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他就会那个 那就有一个义务性的刷布达拉宫的墙 这个墙里面的话 我是非常细微的那个 因为很多当地的居民的话 居民的话就会带上自己的牛奶 还有蜂蜜 还有这个白糖 就供奉 作为供奉 那他会布达拉宫管理处的话 他自己会保留这个白色的石灰粉 还有这个牛奶等等的他用搅拌 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的话是不是有点浪费设置 其实我们就是包括我们对于就是包括食物也好那些的话就是不失 可是这不存在于浪费 所以在这样当中包括有佛学的 包括对于我们的大武明小武明等等 在植物部的这种宫巧匠里面的这个记忆里面 包括对于布达拉宫的保护 这种保护是建立在包括我 宁愿用我自己的真正的 不管是食物 包括我的时间 包括我的根植于内心的善念 善心这一块去供奉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就是一种平日生活中的一种修行 还有对于民族认同感的一种逐步的这种认知 那近年来在西藏布达拉宫或是在八角街周围 很多汉人游客身穿比较夸张颜色的藏服 然后在旁边流影 我在看到这些视频的当下会觉得有些不被尊重 我不知道境内藏人有没有同伟一样感到不被尊重和被冒犯的这种心情 但是我之前有看到陈文瑟在他的账号上有说过这么一段话 八角这条街如今成了戏剧性或者说十分荒诞的剧场 你主观的意见是什么呢 其实的确就像刚刚阿扎布达拉所说的一样 它其实具有的就是一种文化殖民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色彩 文化殖民者或者就是笼统来说的话 他侵略了您 完了他需要他的一种优越感来让您就称服 就是藐视你的这种文化把你的这个文化再把它给夸张化 就觉得是非常野蛮的 其实他们就是想追求的就是所谓的野性 就是把我们课定为就是这种非常这种野蛮化形象 或者是非常夸张化 所以在整个西藏包括 尤其是在大扎斯包括布达拉宫 现在的各大寺院都形成了他们的一种敛财的工具 他把它 你可以把它当成的是一个迪士尼这样子的一个乐园 那整个藏区的话就是一个就是 楚门的世界 就像刚刚跟您说的一样 楚门世界的话 一旦有一个游客进来的话 让您感受到的就是一切外围的这种华丽 还有这种夸张 还有这种野蛮化 所以就是从中共的这种手段角度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习之为常 可是我们根据于自己内心的情况下 我就是包括从佛学理念 包括对于佛学的哲学 包括等等一系列的这些 我就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认可跟自我的认同感 就是我的我现在所学的这个学识佛学 就是比您用野蛮化来越污蔑我的这个文化更优越 所以我们就是中共越这样做了以后 对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 我就是一个人的天性 人的天性就是哪里有牙迫 就哪里有反抗 这是一个人的这种意识 可是中共对于人性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说实话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 这是我真的是敢于拍着胸旁 就说是中共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权 那所以根据于人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非常自豪的说我们的的确确就比您中共做得更好 所以所以不足为奇 可是就像刚刚您所说的一样 我们值得去值得去深入的去探讨还是深入的去了解 尤其是对于中共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你现在回顾你当初逃亡印度的过程时呢 是什么趋势你自己决定逃亡印度的决定呢 其实提的确实就像 当我拿到护照用金钱购买的这个护照 我有想过我本来是可以飞往瑞士或者是去美国 因为我的亲人也在那边 可是根据于我内心的时候要有一个民族担当感 这种民族担当感的话 我但凡是了解这个历史的脉络的时候 我就觉得尊者达来老嘛是真的 对我来说的话 非常值得感谢了一位我们的长者 我们的领导 不管是自己的本民族包括佛学的 所以我需要就相当于我跟我妈妈探讨过 我妈妈说是我们去哪里是内科 我说首先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大疫情的情况下 疫情的这个环境之下 首先人要学会懂得感恩 感恩是我没有丢失掉我自己身为一个人的追求 在这个当中 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是谁在把它支撑起来 尊者达来老嘛 其实各位的很多的这些前辈 这里面就没有分什么藏人害人 包括我看到8964天安门事件 包括民主运动 包括709律师 等等一些中国大陆境内的这些 包括香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五大诉求这些 逐步的意识到这些包括圣雄甘地所提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 逐步在这样子的一个脉络当中让我就感受到 这世界是美好的 那人要懂得学会感恩 那首先我有一个第一大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 要跟尊者达来老嘛汇报 我们没有失去希望 我们没有放弃身为一个人的追求 可是 说到这个时候就觉得 非常感慨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就需要每个民族每个人群都需要去奋斗 没有一个自由是白花花的任何一个国家会给您的 自由需要去争取 所以 我流亡到印度来就是 首先是感谢尊者达来老嘛 其次是自由世界能尊重的身为以人的一个 权益 天赋人权 所以 就差不多对 你本人在除了现实生活中谈论有关西藏的话题 也经常通过直播讨论西藏议题等社会事务 您对自己后来的期许有什么 或者通过本台的采访 希望对我们的观众说点什么呢 好的 非常感谢 那 其实 我觉得这个 现实如今的话 我们不管是境内的 境外的 包括人类的 一些问题 我一直有想做一些就是非常独立的 是自愿的 这样子的一些工作 独立自愿的一些工作 那这个时间包括自己的兴趣等等 在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当中 我逐步就是非常挑战一些 喜欢去研究一些就是包括社会议题 那我现在就是做在做一个社会研究 还有政策研究 还有历史研究 还有政治研究 还有就是共产主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所以在一系列的这些当中的话 未来的话我会倾向于这些 倾向于做这些事物 那其次的话对于现在 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真正的 就是人类的整个的这样子的一个 现如今的一个现状 就是它出现在于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就是在教育 那我看到的这种教育是建立在整个世界的 包括像中国 包括像朝鲜 包括像一些就中东的这些国家 就比较激进的这些国家 包括自由世界的国家 在对等当中我发觉 其实在家庭里面 单位里面 包括在学校里面 但凡是有一个社会达尔文的这个现状 包括一个有权力的压榨 没有权力的 包括就是富人压榨穷人 而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包括就是你健康的去欺负 欺负这个残疾人士 那男人欺负女人 长辈欺负晚辈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在遵循的一个 就是非常达尔文的论述 就是社会达尔文的这个论述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 就是感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所在 就是在教育 尤其是在中国的话 就是他传播的给你大部分 全都是仇恨教育 包括对于日本的仇恨 对于这个呢 那民族内部的话 他又分成分而治之的情况下 他就地方区域仇恨 区域互相仇恨 包括东北的被谁那个仇恨 反正就地狱炮 他们就是统称叫做地狱炮 那在这样子一个当中 让我意识到就是 其实根植与真正的问题解决的 需要的解决 就是一个把这个社会达尔文的这个教育 必须要搬到教室里面 长辈脑袋 长辈的这个思维里面 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干的一切的这些 就是压迫 压迫等等 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的这个做法 这个的话 就对于现在主流的教育行业等等 这些上面是完全是被派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从教育 教育开始着手 尤其是不能给孩童 给他一个快乐美好的 一个幸福的 有爱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其次的话 就是不管是在家庭 学校里面 单位里面 工作岗位 等等这一系列的以后呢 这个世界就是在我认知当中 当中的话就会迎刃 而且这些就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解 精彩 所以也是非常 大家都去真正的去了解教育 什么叫做教育 教育的话就是延续我们一代跟一代的一个纽带 让它更有上级心 让它更有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教育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对 以上 好 谢谢 谢谢导了 以上就是我们对您的提问内容 也非常感谢你能够偷控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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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贵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